說今年在開幕式的部分 的確今年你知道嗎 特別的嚴格 尤其是你知道 我剛剛其實心裡頭 剛剛辛華在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 如果說民進黨政府 你真的覺得 有很多大內宣的話 那國際賽事要不要爭取 你就辦在你最愛的台灣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這一次還是一樣 我們看到了很多操作的大內宣 包含了我們的競速滑冰黃玉婷 我們掌棋官 我們高山滑雪項目的何秉瑞 這一次的東奧思宜 照慣例東奧有東奧的規矩 你要參加這個比賽 你就要follow the rules 你就要跟著別人的規矩走 要不然你來辦 大家就跟著你的規矩 來看一下東奧思宜 當時候在台上說 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 央視主播說中國台北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公視的主播台灣 日本NHK講台灣 南韓NBC也是 上字幕台灣選手進場 我只能說靠這種大內宣 自己在那邊台灣喊爽的 真的沒用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會問大家 如果說沒有這些報導的話 你有看NHK嗎 沒有嗎 你有看南韓的節目嗎 真的很少人會看得到 所以看到民進黨政府 在這些媒體上 在東奧又開始在操作這些議題 包含了先前黃玉婷 穿這個朋友送給他的 選手服的議題同樣的 能不能讓選手 好好的去比賽呢 曉星 等一下... 我剛剛忘記了一個環節 因為我剛剛一轉頭想說 已經6點47分了 我怎麼還沒讓大家動筆呢 我先請曉星來幫我們評論的 同時 我要給三位來賓 過大過年的 讓大家喜氣... 我們寫下送中華賤兒的話 這個好不好 送中華賤兒的話 我們的春聯 桌上都有筆墨 好 然後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我們的 今天的來賓 送給我們中華賤兒什麼話 蒙虎出閘 我先來一句 等一下我還有 我想好了 曉星邊講 我們大家邊寫好不好 好 曉星 我想其實我們就是代表 中華台北 中國賤兒這樣子一支隊伍 在奧運裡面 能夠讓我們的運動員 去展露頭角 這都是非常好的 這個機會 所以其實以國民黨的角度 我們都一直認為就是說 我們在政治上面的議題 在奧運會上面 或者是說在這些體運活動上面 我們能減到多少 就盡量減多少 當然我們都理解 就是說在國際政治的場域裡面 你很難讓所有的政治因素 即便是在體運活動裡面 降為零 可是既然剛剛 我覺得張藝謀導演 他剛剛在訪問裡面 有講到一段 我是覺得特別有感觸的話 就是說他們這次用兵 融兵 破兵 作為他在開幕式活動表演的一個象徵 那在現在這個世界 有一點越來越動盪的時刻 如果世界的強權 大家能夠破兵 大家能夠融兵 每一個人都拋出滿滿的善意 就像是我們在體育活動裡面 用和平跟友誼的精神的話 那今天的世界的環境 會不會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也不能總是期待別人做 我們自己當然也要優先做起 所以當先前 比如說美國 他們不斷講說要去抵制 這個東京奧運的時候 這個冬季奧運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說 那到底會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最後他們的選手 是也有去現場 那聽說說是八成的選手 都出席了這個開幕式 即便有很多在背後的這個政治力 不斷的這個運作 那台灣的兩位學生 也可以到現場去 就舉著我們中華台北的這個旗幟 讓全世界都可以看 在這場盛會裡面 看到他們的身影 我自己看到他們長期 也覺得很感動 那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黃玉廷他的 他整件這個事件非常的有趣 有一些民進黨的人 也跳出來幫他講話 可是我說真的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如果不是因為黃玉廷他先前 支持蔡英文的那張圖片跟照片 被大家翻出來 那會有民進黨的人去支持他嗎 我希望是會有 但是我自己心裡 其實是覺得有一點悲觀的 再來就是 如果今天他身上穿的隊服 不是中國大陸的隊服 而是比方說立陶宛的 比方說美國的 他會受到在台灣 這麼多輿論上面的抨擊嗎 會有人問他說 選手代表國家出賽是比什麼的嗎 我覺得很多事情 真的是不能雙重標準 如果選手他是 即便在私人的練習時間 都不能去穿其他國家的隊服 那不應該是只有 中國隊的不能穿 你今天立陶宛的 如果今天美國的 你穿了之後 受到一樣的譴責 那我覺得這叫做標準一致 可是如果你今天 他是因為穿的隊服 不是中國隊的隊服 所以才導致這麼大的批評的話 那只顯示出大家的心中 是先有仇中的這個概念 所以才有後續的批評 並不是在討論說 我們的隊員能不能夠 在他私人的時間 去換穿其他隊的隊服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是有非常大的差異的 所以不管是說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或是親民進黨的藝人 他們今天之所以批評黃玉婷的原因 到底是選手 我國選手不得 在私人時間穿 其他任何國家的隊服 任何隊伍的隊服 或者是因為他今天穿的 就這麼正好 是中國隊的隊服 所以他們非常的生氣 我覺得大家心裡自然會有評價 所以我們還是老話一句 我們都希望台灣可以爭取 更多世界的能見度 讓我們的選手 在國際的舞台上有好的表現 但同時如果世界 能夠更加的和平 有熔兵跟破兵的機會 那我覺得會對台灣 對兩岸都有更好的發展 其實翔心說得沒錯 好 我來先 我看到還有人在寫 所以我先來跟他報告一下 如果說大家這麼關心 這個冬奧會 那你一定要知道 我們今年有哪些選手 要來為我們爭光 好 首先就是 女子競速滑冰的黃玉婷 還有男子高山滑雪 小曲道的何秉睿 女子高山滑雪 李文宜 以及女子無墮雪橇林興榮 其實在我們台灣你知道 是這種沒有下雪的國家 你要去跟那些 就是你知道從小 就可以去參加 也不是說參加 就是生長在冬天就是下雪 下雪我們就去滑冰 像我以前在紐西蘭的時候 據說黃厚鎮的雪 是全世界的滑雪好手都會去那裡 一定要來挑戰一下的 當然除了它風景很美之外 對不對 大使 據說它的雪像棉花糖一樣 就是說它很鬆 很鬆軟 你就算摔倒 跌倒了 就像掉到棉花糖裡面一樣 是別人跟我講的 因為我只能在Happy Valley滑 就是滑雪它有很多個階段 我只能在那種小朋友幼幼區 因為我覺得 上面實在太可怕了 坐纜車上山之後 你沒有回頭路 你只能滑下來 或者是滾下來 大使以前是這種滑雪 我覺得這個滑雪 它大概都是比較靠北的國家地區 它比較風行的 我在歐洲住過漫長一段時間 他們真的非常喜歡滑雪 他們那個滑雪 是它等於說是 最受歡迎的運動 尤其北歐那幾個國家 像挪威 這個獎牌 東奧獎牌大國挪威 他們這些國家挪威 瑞典 德國 瑞士 這些都是非常重視滑雪 法國也是 法國它因為它那個阿爾卑斯山 那個白朗峰那一塊 我曾經去那邊一個滑雪場 去滑過 那真的感覺你人是在那個 騰雲架屋 那個就是說 四季看出去都是一片白的 而且它都是那個 4000公尺左右的高峰 那真的是騰雲架屋 而且你感覺是 宛如人間仙境 然後這個 在那個裡面 外面是冰冷的 可是你在運動的時候 那你本身又很熱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其實我是覺得我們台灣 雖然我們這個冰雪 但是你看我們的環境 就是其實真的 差那些選手很多 可是我覺得現在 現在就是說我們台灣 如果喜歡冰雪運動的 也不需要太這個 太怎麼樣 覺得好像我們沒有這個環境 其實你算我們往北走 日本的滑雪運動就很風行 然後韓國現在也很煩 大陸也是很風行 這個我是覺得 如果說疫情結束之後 如果我們台灣年輕人 或者說有朋友 喜歡冰雪運動的話 這三個地方都很容易去 往南可能到紐西蘭的話 要飛十幾個小時 可是我們這邊如果往日本 往韓國 往大陸去飛的話 也不過兩個多小時 然後到那些就是說 滑雪的勝地的話 住個一個禮拜 然後請教練來教 然後我最近看一些網站上 其實我看到大陸那個 瀋陽附近的滑雪場 我看那個就是網上 對 它是一個新 很新 應該說是翻新的一個滑雪場 對 我覺得那個場地的設施 跟我看在歐洲看的設施 差別不大 我看最近的消息說 大陸現在的所謂的冰雪運動的 愛好人口三億人 對 你知道三億不得了 三億人都跟你買一個滑雪板的話 不是三億元 各位 是三億人口 三億元人口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運動是可以普及的 尤其對我們台灣的 如果喜好這個運動的話 你如果去大陸的話 沒有語言文化差距 那你去韓國 日本的話 距離上又都是很方便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台灣 過去培養這些選手的時候 我知道都是送到歐美的 專業的那種學校去培養 這一點我回過頭來 因為對我們台灣的 體育的主政單位 給予極高的評價 為了推廣這個運動 最後我們沒有這個環境 我們還可以培養出 四個可以出賽的選手 這已經是很大的成就 你知道你要能夠參加奧運 你先要達到參加奧運的標準 並不是說你今天想要參加 你就可以去報名了 你達不到他那個奧運的 最低標準的話 像我們這四個選手 都是達到最低標準的 這些選手怎麼訓練 是我們奧會長期培育出來的 在台灣本地訓練嗎 還是出國一訓 都是送到國外去訓練 送到國外去訓練 然後請那邊專業的 我們台灣只有 何華山滑雪場 你知道最近幾年 又是地球暖化 這根本不會 根本沒辦法滑吧 你時間不夠 你沒有辦法 那個長時間要排行 可是我是覺得我們台灣 現在這個科技 交通的發達 時空又等於就說縮小了 將來如果我們可以大規模推廣 我覺得也未必不可 而且這一次運動 這個運動 我覺得就主辦國來講的話 他比半夏季奧運 他的技術跟他的那個 精密程度要高很多 你光那個冰 在那個滑冰場的冰 你要幾公分厚 然後你這個 他的軟硬度是多少 那都非常非常的講究 所以這些部分 就是說能夠辦上冬季奧運 那個主辦國來講 他自己本身 不管在各方面的配套 都要求得相當高 所以我覺得大陸辦完夏季奧運 去辦冬奧 我覺得就是整個展現 國家的這個發展的水準 一往上面一提 而且他這一次 雖然只有90幾個國家 你看有一些富有國家 他也派對 你看你像沙烏地 這次也派對 他是完全沙漠的國家 泰國也派了一個對 對不對 我看甚至有一些 這些南泰島國也派了對 大家都以能夠參與 冬季奧運展現他國家 社會經濟發展的水準 在歐美的話 他們像在瑞士 小學一到了冬天 都是學校帶到滑雪場去 他跟有些國家說 有些國家像澳洲 每一個小孩子都要會游泳 這是他的國家的 一個教育政策 我知道瑞士是所有小孩子 只要進入學校體系 都一定要會滑雪 你到了冬天 你去看他那個山上 是一片人潮 熱烘烘的 那滑雪場充滿了活力 你到了山下 反而沒有什麼人 所以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台灣 很難想像這一類的運動 在這些國家裡面 受到歡迎的程度 這一次你不要看 他只是一個90幾個國家 參與的 沒有夏季奧運來參與 可是他受到的關注度 那是非常多的 而且我想主要是受到哪裡 受到這些歐美國家 尤其是歐美的話 就是美國的話 加拿大 美國 這都是強國 他們的運動 這些到了他們比較北邊的省 都是在滑雪 都是玩冰上運動 所以能夠去主辦 這樣的一個這樣子的運動 代表你的國家本身的 發展程度又往上一個提升 大陸現在有三億的冰上運動 這個反映出來能夠有 因為你要去滑雪的話 就不像我們今天帶一個籃球 穿一雙球鞋就可以去打籃球了 那個都是需要 需要很多裝備 你本身的那些裝備都需要投資 也象徵你自己本身的 國內的經濟 生活水準到一個程度 就去玩 然後這些在這種運動裡面 你如果說得了很好的名次 你會在這些 尤其歐美國家裡面 那個在運動員裡面的 這個受到評價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 我們中華隊這一次 派了這個四個選手 我覺得真的是難能可貴 我覺得以後不要說四個 我們能夠派出40個選手 即使說我們的選手 你給他放到 你放到去日本 放到去韓國 放到大陸 做長期的集訓 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我覺得發展我們台灣 我們下一代年輕人 大家喜愛這個冰雪運動 這是滿好的一件事 而且這種運動 就跟你去辦打高爾夫球 你去打這個網球一樣 這是提升你整個形象 很好的運動 其實我覺得今年 大陸的選手 其實他們的心臟也要夠大顆 因為今年的奧運 你知道嗎 這個強很多強項 其實體育賽事 怎麼講 其實最吃虧的就是 你知道有一些比賽 就是需要某一些體格 某一些體型的選手 他們就是比較能夠如虎添翼 但是今年北京冬奧 你看主辦國 他勢必一定會爭取 他要拿下最多的獎牌數 你知道今年跟美國 剛好這個美中對抗又很夯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年冬奧 非常的有看頭 因為這個不只是比成績 比自己的突破 還比什麼呢 比自己的國家價值 我們說在台灣 我們一直在強調台灣價值 但是真的當你搬上 世界舞台的時候 能不能讓世界看見呢 子哲哥 是啊 所以說坦白講 這是一個對台灣人而言 這是一個軟實力展現的一個場域 所以我認為真的政府 與其花很多錢搞一些有的不的 不如我們好好的栽培這些選手 那的確 冬奧對台灣人 當然是比較吃虧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環境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冰天雪地 但是有一些事實上 是可以克服這些環境的 譬如說我剛剛講一直在講 花式滑冰 小巨蛋就一個了 我很愛去那裡滑 是不是 你會滑 我會 等一下 我剛突然想到了子哲哥 我想要問的是 你還記得嗎 在... 不想一直提到小時候的事 對 好 在台灣多年前 我們是不是直排輪大國 對 直排輪 我想對 當時候的台商 都在做直排輪 因為我家附近 我突然想講 我家後面以前就是有一個 傳產的工廠 他們就是做直排輪起家的 我們世大院也拿了好多獎牌 對 然後現在在大陸 剛才大使講到的 各位 那3億人的商機 現在有多少台商 早就已經插齊了 那3億商機 那是很大的市場對不對 而且台灣還有佔有一定 地利上的優勢 兩岸貿易的優勢等等 所以說我說這一塊不能放棄 也不要放棄 那現在很多選手比較辛苦 就是他們在這個階段 常常都是自己努力 然後找sponsor等等 然後政府我坦白講 就對於他們的幫助很有限 我說我們眼光要放遠 結果說這個 我會說我們對待東奧 跟對待下奧 我覺得態度要一致 為什麼 因為坦白講 像這個奧運比賽 他本來就是一種國際性的 他能增加台灣的能見度 甚至也是國力的展現等等 我們就我說真的 我們也不要什麼項目 什麼競賽都要去 我們就挑幾個對於台灣有優勢 或是說沒有比較場地限制 譬如說對於滑雪 我們沒有雪 你就培養滑雪就困難 除非你往外送 可是像這種滑冰 不管是競速的滑冰 還是花色滑冰 我們就有現有的場地 所以我們要找好的教練 好的 我前一陣子看ISU 哪一戰 俄羅斯戰是哪一戰的比賽 我們台灣第一次友人選手 他已經達到那個水準 可以派出是17歲的小將 名字我得忘記 一個小女孩 他已經可以去參加 ISU分戰賽了 他們了不起 那你一定要有這個起頭 你未來才有辦法慢慢培養 那當然他第一次參賽 他的成績不會太出水 可是那是一個經驗的累積 我會說你只要 你不做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你越一不做越不做 那這些選手就不會有成績 甚至不會有人投入 那你把一個風氣帶起來之後 坦白講你要知道像這種 很多廠商都在贊助 可是就是說你要有一個 基本的成績出來 他們會比較願意投入 那我會說政府應該帶頭 去做這些事情 把好的運動的環境 好的這些選手培養 栽培 甚至跟下澳一樣 就是說如果我們願意在這個領域 這個部分多加努力 我認為我說真的 台灣的運動實力真的是很強 我們才2000多萬人 我們上次下澳拿了兩斤 兩斤幾銀牌 這是很了不起的 很厲害的 我說台灣的人才忌忌 但是確實要有政府 願意努力去經營這一塊 然後結合企業的力量 一起來 除了這個什麼選手以外 剛才藝人講得很好 我們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市場可以去賺 對 其實對不對 紫澤哥 你看這一次北京冬奧 他們辦了這個冬奧 他們帶起了這個冰雪商機 很多的舊的這種滑雪廠 全部翻新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技術了 規格也有了 他不只是讓大家滑雪而已 他可以辦國際賽事 能見度又提升 而且這不提升 還是升級 是 台灣真的很強 大家知道我們台灣在做 那個什麼運動的這種器材 超級強 比如說高爾夫球肝 對不對 以前網球拍等等 就是我們的製造 其實是很強的 那我們願意在這個部分多投入 又開創了另外一個商機 所以我覺得 你搞那個新南向 搞到現在很離離落 不然比較厲害 不如專心的做幾樣 三億的市場不要忘記 這個是我們可以掌握 甚至是佔有一些優勢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 少一點政治 多一點為人民著想 這才是正辦